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祥寧老師 今天我們來說明一下用Penta畫數位水彩兒童風格或田園風格插畫的部分 一般我們接案子來說的話,通常會接到的案子 除了言情插畫或者是奇幻小說封面之類的話 另外一個非常大眾的部分就是兒童插畫的部分 那兒童插畫的部分它主要使用到的素材 除了粉蠟筆、色籤筆之外 另外一個很大一個體系就是使用淡彩的方式來表現 那淡彩的話它看起來會有一種水還沒有乾掉的清零透明的感覺 看起來比較輕鬆沒有壓力 而且它也並不一定需要上非常多準確的光影或者很複雜的質感文理之類的東西 算是一個比較好上手的一個畫風 但是這個部分就是希望來畫這個畫風的話 你本身要對一些生活中有趣的小東西 還有一些花花草草的東西感興趣 會比較容易快上手 這個地方先提供各位同學看的是一個那個 日本的一個雜誌的部分 這部分的話可以看到很多用淡彩畫出來在繪本以及相關的作品 我們可以看得到基本上它的形象上是比較簡單的 通常一個東西能夠流行或受歡迎的話 不一定是說它有多高深的畫劑 而是看起來輕鬆沒有壓力 那你想畫就可以跟著模仿畫出來的東西 其實它的流傳反而是更容易更廣的 比如說Kiki貓或者是彎彎 那這部分的話因為它這樣子看起來輕鬆又沒壓力 所以總是很容易跟茶點、紅茶之類的 或者是一些我們桌上的小文具用品連結在一起 或者是紓壓的小筆記本 那這部分我們可以看到它應用在一些包裝瓶罐的一個過程 好 那它開始進入紅茶會本時間 我們也開始進行作畫時間 那首先呢 這個地方同學如果說 對花草一時之間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概念的時候 我也建議同學可以去多看一下 比如說 謬夏、有人翻米夏大師的一些作品 它的裝飾型的花朵的部分表現得非常好 那我們在作畫的時候 一開始初級的時候 如果沒有想法的時候 是可以把名家 或者是你要參考的對象的作品 放在你的畫紙的旁邊 這樣子會比較有一個概念 那這部分 首先我先開一個新的圖層 先在預設值的狀態開一個圖層就可以了 那我們 要開始作畫之前 還是簡單的打一個稿子 這部分的話就是 如果同學對自己的稿子 比較沒有那麼大的把握的時候 可能要多花點時間做輕稿的動作 那我這個地方 我比較知道說我自己想要做什麼 就可能是一個花仙子 蝴蝶姑娘之類的 我簡單的圈出我所要放置的一個位置 那這地方的話 因應每個人的不同 可能有的同學會需要花上 大概半個小時的時候 來去準備這些骨架跟它的構成的部分 那這部分就是 算是熟能生巧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大概先處理到這樣子 我就可以知道我後續要做什麼的 也比較有一些花想的空間 那這地方我使用的 接下來我把它放淡之後 開啟另外一個新的圖層 然後我使用的是 數位隨彩筆裡面的 輕柔寬筆刷 這地方我先把周圍的草地的地方 大概做一點點鋪陳 那這地方下筆的時候 並不用太過有過多的擔憂 因為這地方如果說 我做了有些超出或不滿意的話 我是可以到時候再使用 微絲橡皮擦 這地方微絲橡皮擦的意思是 它跟我們一般的橡皮擦是有點不太一樣 在我們在畫這種傳統的水彩當中的時候 一般來說是不使用廣告白色顏料 再去做覆蓋過去的動作 那我們會使用 比如說是用水 把顏料過深的地方洗掉 或者是說 預先留白的一個方式來處理 那這部分的話 所以它有專屬的 在數位水彩裡面 它有 對應專屬的一些 比如說 絲橡皮擦或微絲橡皮擦的部分 好 那接下去 我來先處理花的一個部分 我使用 呃 天氣水筆 我先在這旁邊畫兩筆 那這地方 我讓它的潮濕邊緣的地方 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數據 那並不開暈染 好 那這地方的話 因為我的潮濕邊緣的話是100 這地方潮濕邊緣是說 我這邊作用出來的時候 它周圍會產生多清楚的一個黑邊 這地方是因為水質而產生的一個黑邊 那 這個地方我去調整 決定好它的一個 邊緣的深度之後 我就可以開始針對我的 葉子的地方去做一個勾勒的動作 因為它會產生一個 身邊 所以我直接也就不用再另外去打稿了 然後就是 妳也會選擇 我現在的地方 我們有一個 那些東西 所以我會選擇 我來選擇 我們 那些東西 我會選擇 我們 我會選擇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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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現在花的大型處理出來之後 我要針對它的那個葉梗的地方做一點點處理 再度使用維斯橡皮擦對這個畫出來的一個透明度跟濃淡的部分做一些處理 那畫到這個時候,我會先稍微把原本的鉛筆稿塗成關掉 這樣子我比較容易看清楚整體的一個狀態 那這部分的時候,數位水彩 這個地方我們一般傳統在畫數位水彩的時候 要用一個比較快的動作 在水彩還沒有乾之前把所有的顏色上完 那這個地方的話就是 在PENTER畫數位水彩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會一直保持是水分濕的一個狀態 你可以不斷的讓它像是在微渲染的狀態中不斷的疊合 那這部分如果說我覺得說貼下去我希望讓它看起來 我想處理一下它的光影的部分的時候 我應該要稍微的去弄乾數位水彩 也就是說我現在是等於讓它進入一個風乾的狀態 那這個地方它一旦被弄乾了之後 我後面再去下的這一筆的部分 它會是以像是色彩真子一樣去疊深的 就是顏色會越疊越重 剛才的不會再帶動剛才的色澤 這樣的時候如果說我要稍微處理一下光影或分界的話 會比較好做一個處理 那這個地方為了保有一個數位水彩 就是這種畫風的一個比較單純簡單的一個感覺的部分的話 我並不打算在這個地方上再做過多的一個描述 免得過於寫實或者過於複雜的時候 看起來就沒有那麼輕鬆自在了 所以大概就先處理到這個樣子就可以 算是一個小段落 再稍微用微絲橡皮擦把處理的顏色過重的部分 做一點點削弱的動作 那你會發現說這時候的微絲橡皮擦 因為它是普通的絲橡皮擦 它只針對這個數位水彩的部分去做一些擦除 它並不會把之前上一次上的顏色變乾的部分去產生影響 所以就不會破壞到你之前上底色的部分 那這時候如果你使用的是普通橡皮擦的時候 你會發現就會連以前的上的底色都一起給擦除掉了 這個部分是為什麼我們要使用的是它本身附有的微絲橡皮擦 而不是直接使用這邊的橡皮擦 那花的地方做一個小段落之後 我試著把這個花精靈的地方也去做一個完成 那其實我剛才明明說它是蝴蝶姑娘 因為一邊要作畫一邊又要操作的時候 然後我也會陷入一點小小的這個 與無倫次的狀態 先把它的頭部的地方很快的圈出來 身體 基本上畫圖並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 那這個地方 我覺得在畫這種比較偏兒童插畫的類型的東西的時候 畫技倒不一定是絕對的一個部分 主要是你有沒有非常樂在其中 因為如果說你沒有辦法去享受 畫這樣子畫風的一個過程的時候 你自己都不是覺得很快樂的時候 你很難把那種 那種快樂的感覺也傳達給看的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 畫這種畫風的時候就是 快樂的心情以及就是樂在其中的感覺 比你的畫技還來得重要 因為兒童畫風的東西 有時候是可以允許一些 輕微的變形啊 或者是不一定非得完全百分之百的 要吻合素描 或者是標準的股價這個部分 那這個地方肉體的部分 我大概處理出來之後 來處理一下它的衣服的部分 那一般來說這個部分的話 顏色盡可能是以 如果是目標是覺得是給兒童看的 或者是說要比較輕鬆的一個狀態下的話 盡可能不要使用太多的冷色錶 比如說綠色其實就是冷色錶 看起來一個很冰冷的感覺的時候 在心理層面上覺得就不是那麼的討喜 所以一般來說我們會比較 形象給人家看到是一個 比較偏軟色系的一個圖案 會比較好一些 那蝴蝶的翅膀我覺得就用 紫色 紫色的話也要稍微顧慮到一下 它會不會顯得太過於鮮豔過度 而去搶掉整體的一個感覺 所以這個地方就會略做一點點嘗試